剛才說要用高師校訊法來解這個方程組 這個方程組我們把它叫做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的話 我們會發現說第一次不是1 不是一個x 那最好是一個x 我們有第三次有 所以我們把13先對調一下 我們把13對調一下 那對調好了以後就變成這樣子 變成這樣子以後 我們要消掉這個式子 那我們就是第一次乘以-3 第三次乘以-3加到第二次 第三次乘以-2加到第一次 所以這個地方 第三次乘上-2加到第一次 那這樣子的話 最上面這個式子是不動的 第三次不動 然後這個乘以-3加過就變0 乘以-3的話-6加4就是-2 然後乘以-3的話-9加5的話就是-4z 然後乘以-3的話就-3 再加-5然後就-2 所以就得到這個式子 那如果你再把它要消掉這個 那應該乘以-2 那乘以-2加過也是0 乘以-2呢 乘以-4個y 再加3y有-y 乘以-2就-6個z 加4個z 又-2個z 乘以-2就是2 再-4就是-2 那就變成這個樣子 那變成這個樣子 但是我現在希望的是說 這兩個能夠把它 就是一個保留另外一個把它消掉 那這個如果保留的話 那我就乘以-2 加到這個式子 所以第四式乘以-2 加到第五式 那這樣子的話 前面兩式是不動的 然後我們後面這個式子呢 它乘以-2跟它相加是0 乘以-2跟它相加也剛好是0 那乘以-2分之1跟它相加是等於-1 那我們會發現一個式子就是0等於-1 0有可能等於-1嗎 當然不可能啊 所以這個題目就是 沒有解 答案無解